到时候洛阳的锅贴好吃 今天我们到洛阳看看 Go 你没发现就是大街小巷人家这边就是 锅贴店特别多吗 就说明他们这儿锅贴肯定好吃 而且洛阳人也比较爱吃锅贴 算了 走吧 咱们先吃了再说 我又不听你刀的 进去之前就给大家看看 我们身后这条路 多好看 你看 可美了 你得往上点 让大家看着那个树冠 就是那个那种感觉 又高又大那种行倒树 然后树上还有灯 到晚上的时候都亮了 肯定特别漂亮 洛阳真是个美的城市 走吧 漂亮不顶饱 先吃吧 一点都不懂浪漫 浪漫能喂饱你 浪漫能让你吃饱肚子 浪漫 咱俩先保守点 咱俩先一人点上一斤 来两斤 应该够吃 差不多 走 是在这点吗 是在这点吗 好嘞 一两五个 论两是吗 那能吃多少两人一共 二斤行吗 我们俩一人一斤差不多吧 已经吃过了 一两五个 你吃五十个了 五十五十个 一人十个 一人十个 四两 你拿四两吧 四两 那个啥喝的有啥呀 有汤好像是 这啥呀 这是啥呀 我尝尝 没吃过 洛阳特色 哦 这一碗 我的天哪 就这 这 这一人在怼上一斤 锅贴 你是怎么想的 这是我们锅贴 可以吃咱们 咱们吃 是 就好了啊 好了 这么快 嗯 有现成的 有现成 正好有现成的 加的二两 可以放醋和烂子 都可以随便加 嗯 有点醋 我先尝尝一口 它这个锅贴啊 那个 咸淡程度 拿捏的刚刚好 嗯 皮是软软的 底是脆脆的 包括放的时间长 它一点还脆 嗯 嗯 嗯 现在是什么习惯了 嗯 老 已经整 两头啊 哈哈 这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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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打扰别人的 尽量不打扰别人 自己解决吧 啥姑娘出门带蒜呢 你少吃点吧 韭菜跟蒜不对味 谁说的 没有论 我们那吃韭菜饺子都不让就算 烧心俩人家一块 没事 咱年轻了 行啊 天命了几年了 没配 一个锅贴就像一个色 完美 好吃 它浇的那个是蛋黄吗 鸡蛋是吗 像是 黄色的 我观察一下 这个锅贴特别好吃 嗯 但是这个姜面条我觉得 很多外地人可能吃不太习惯 怎么说呢就是 像个面糊涂 外地人还像我一样配碗粥吧 你们知道为什么洛阳人爱吃锅贴呢 为啥呀 我问 大家呢 你问我 我才知道 我要知道我还问他 我以为你要跟人解释一点 洛阳大街想象锅贴特别多 就是做锅贴的还挺多的 我觉得这个食物啊 正是因为当地人爱吃 所以他才能就是越来越做的好吃 然后越来越好吃以后 当地人就更爱吃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对 走吧 两个都下班了 你们俩总共花了26 郭天是21 也够6两 就是人均10块 绝对宝宝吧 来了以后别叫嚣 我要多少斤 先问清楚再说 走吧